荒野保护协会的创办人徐仁修是新竹在地人 这次特别选在中秋节回到新竹举办摄影展 40多幅精彩的照片呈现台湾在地的生物与环境 期望激发民众更加关心自己所居住的宝岛 主轴是写荒野深处其实都是台湾 在台湾的各角落从风景植物到动物 让人家更了解我们台湾自己的生态有多丰富 都从这一点进入大自然里面 爱自己的土地 爱自己的大自然 知道这些东西要留 要刻意保护 才能够让下一代也拥有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代不能把它给毁掉了 讲经济的理由就把它毁掉 像砍树 开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非常小心 因为台湾的地质很年轻 很容易被破坏 像这么大的森林砍掉了 你知道它要多久吗 做了好几千年 一棵树都两千年 你看看这不得了的大树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一代就把它砍光呢 开展当天徐仁修更举办了 长达90分钟的座谈会 与大家分享成立荒野 21年来的所见所闻 结合摄影作品 分享自己走访世界各国的经历 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观察环境中的美好 这一个是我们创会的理事长徐仁修老师 他办的那个摄影展 那徐仁修老师在21年前 也就是民国84年的6月25号 成立荒野保护协会 那在那之前呢 他其实就是以摄影的那个图片 然后来告诉很多人说台湾的环境是这么的美 其实大自然里面有非常多令人欣赏 值得欣赏或值得去观察的一个东西 那只要你驻足去观察我们环境里面的 大自然的一景一物 或是任何的一个生物 或是他们生命之 生命里面的故事 我都觉得都会带给你心灵满满的 40多幅以黑白色调呈现的作品 是徐仁修特别为观众留下的想象空间 美丽的线条记录着台湾的美好 也呼吁大家尊重生命 爱惜自然资源 不要让未来只能透过这些照片 回忆起台湾当年的美好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导